嘿嘿,咱俩人 他姓宋的在里头问些什么 姓使的又说了些什么 咱俩最后谁都没听见 你呀,官位不高,很老练 人嘛,是越衰打就越聪明 我在他姓宋的身上祸意匪浅 你,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吧 这么说,你已经接受此案 要替我洗清冤屈,对吧 好 好 好 宋大人 我不管你是四品五品 哪怕是八品九品,就是庶民百姓 只要能救我从这天子好大牢里出去 我师母 就给他磕头 石大人,万万不 石大人,石大人不可 石大人,石大人,石大人,请请 石大人,万万不可 请请请 宋大人 石大人 如果您想洗清罪责的话 就要对宋某实话实说 千万不可有一点隐瞒 我说实话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您问,您问吧 石大人 那小份 是您府上自小收养的事吗 哦 您问这事啊 是这样 是六年前 我夫人到天州寺去烧香拜佛 把路上捡回来的 自幽 就收留在师府 这事师父上上下下都可都知道 石大人 祝宋某直言 您一定要实话实说 小缝的身世 和您到底有没有关系 和我有没有关系 哎呀 宋来 你到底想哪儿去了 这小缝 他不是我的四生女 老天在上 我师貌从来不干这沾花惹草的事情了 多谢师大人 那唐二宝是如何进入师府当中的呢 别提这事了 提起这事我就一肚子气 那天我和夫人被手下的几个人请到醉花楼去吃酒 小凤也去了 后来 来大人喝 好了好了 来来来来 我已经喝了不少了 免敬 免敬 夫人请 师大人 小的带了一幅字画春艳图 不知您喜不喜欢 打开看看 真好看 真好看 不错不错不错 史大人 我来了 这花真不错呀 这有个石画的 一旁的小母长得也翘啊 是不是相应城区呀 史大人 史大人 不 史夫人 薛大人 草原就听见史大人的笑声 什么事儿让你们这么开心呢 来来来 咱们共同敬薛大人一杯 敬薛大人一杯 请 请 好 请 薛大人 您看这画多好啊 春风拂柳 五燕归仇啊 旁边的小美人长得也翘啊 这是不是 相应城区呀 果然 果然啊 美人美化 相应城区 史大人 你真是好有福气啊 薛大人 你喜欢此画 就拿去吧 对 我怎么敢夺史大人的所爱呀 不写不惊 告辞 告辞 事物不言诵了 慢走 慢走啊 薛大人是书画行家 我家老爷是行武出身 对对对 哪懂得什么这些文人默克的玩意儿 摆在家里反而给糟蹭了 是啊 小凤 把这幅画收了 随沈老板送到薛大人那儿去 对对对 如此 我带薛大人谢过史大人和史夫人了 小凤 请 醉花楼主沈彪当时也在现场 对了 我听小凤说 那天店主沈彪 对他问着问哪的 色秘密的 好像有什么歹意 会不会 是他在捣什么鬼啊 这沈彪和唐二宝关系如何 那个人真是个砍柴的农夫吗 这 这我倒不大清楚 那天喝完酒 已经喝完了 从醉花楼走出来 我们看到一个卖柴的人倒在地上 后面倒着一单柴 这兄弟啊 可怜哪 出来卖柴 柴没卖完 就先昏倒了 像这样的 整天都有 那边还俩呢 这人真可怜哪 天天挑柴来卖 卖脱手 换点吃 卖不脱手 就只能挨饿 什么地方人呢 我 多大了 三十 谢谢 谢谢 是大人 是夫人 你们心情好 可怜可怜他 把他叫到家里做个杂工 也算是行善即得 救人为难吧 这 行 我们就收留他吧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多谢大人 先起来吧 走好啊兄弟 都怪我 管我当时心思 把唐二宝这个恶狼引进府门 可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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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我身败名利打入大牢 马上就要推出去斩首 竹林救族 竹林救族 宋提醒 你说我去不去 石大人 现在此案非常不明朗 小缝 小缝死得不明不白 唐二宝突然逃之妖妖 就在这个时候 醉花楼主沈彪突然插入 哎呀 这都是些小事 这与小缝是怎么死的 好 即使是我杀的 那不也是尸首 也是误杀 也绝不是死罪吗 宋提醒 宋提醒 现在罪要我命的 就是那通敌叛国之罪呀 你要想办法 无论如何 帮我把这个罪名给洗清了呀 石大人 通敌叛国之罪 是由吴淼水过问的 此时问他才可以呀 什么 我的天 天哪 我的天哪 让这个糊涂之父查我的案子 那还能有我的好吗 是 不行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面见圣上 向圣上直诉我的冤情 我在这黑洞洞的牢房里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要出去 让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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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大人 请不要喊 有几件事情我问你一下 你算了吧 你这个死瓶提醒官 别人传的神乎其身 其实也是个无能之辈 你只会摆弄死人骨头 问一些鸡毛蒜皮 鸡灵狗碎的小事 你就这么问下去 你能救我出去吗 你去 你去告诉圣上 你去告诉圣上 就说我石文俊要立刻面见他 向他直诉我的冤情 你去 快去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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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去 客官 您有什么事 你这个菜里怎么吃出去来了 把老板叫来 是是 快点 呦 这不是宋大人吗 这是西客啊 你就是醉花楼主沈彪啊 小的信省名彪 在京城开酒楼有些年头了 日后还请宋大人多加关照 我听伙计说 这菜里有蛆虫 我让厨子换一碗去 不必客气 沈老板 本官今天来有几句话要问 你要实话实说 宋大人请问 沈某一定实说 你这醉花楼可有个叫黑头的伙计吗 黑头啊 以前在这干过 后来我发现此人心术不正 我就把他赶走了 再也不曾来过 唐二宝可曾来过 唐二宝 我从来没听说过此人呢 当真没听说过 我这酒店人来人往的 伙计进出也多 我记不起来了 哦 本官还有一问 你可知道石府有个小丫鬟 叫小缝 等一等 宋大人 刚才你问的那些人 好像跟什么案子有关 陈某是本分守法的生意人 只管开酒楼做生意 与其他闲人闲事毫无关系 宋大人要查案 还是找其他人吧 那看来本官只有告辞咯 走 我送 大人回来了 哎 英国 哎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 元杰的妻子进京送银子 接待他的老板 左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 是的 比铜钱略大了一圈 怪了 醉花楼老板沈彪脸上也有一块胎记 也比铜钱大了一圈 呦 这不是宋大人吧 大人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沈彪就是那个接受了十万两脏营的九楼老板 呦 这么说来这个人很厉害呀 英国 你赶快去 把元杰的妻子接过来 指认审标 我这就去 大人 那我干什么呢 别急别急 我们有重要的事干 两位大人有何功干啊 你想必是知道杀人长命这条律法 你帐缝让人杀死了 你也看得出来 他是让人用刀杀死的 你告诉我 谁杀死了你帐缝 大人 我哪知道啊 你装什么糊涂 你把唐二宝藏在家里好几天 你还敢抵赖 不是我 是黑头把他带来的 是吗 唐二宝在你家藏匿了许多天是吧 你跟他的关系不一般 就应该知道他干了什么 窝藏凶犯是要殃及自己的 更何况你还帮助他杀了你自己的丈夫 我 我没想害死我自己的丈夫 那个狗日的唐二宝 他不该杀了黑头 害我成了寡妇 大人 那天 黑头说要把唐二宝送出城去 我看到黑头腰里别着一把刀 我就对唐二宝说 你路上要小心 可谁知 那个狗日的唐二宝 他竟然把黑头给杀了 唐二宝现在在哪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唐二宝杀了石府的婢女小缝 又杀了你的丈夫 她还会杀掉你的 到那个时候恐怕你连寡妇都做不成 你现在实话实说 没准我们还能救你一命 快说 唐二宝现在在哪 大人 你去哪儿啊 我看有黑头气的口供 咱们该去抓唐二宝 大人 你怎么不说话呀 知道这出傀儡戏叫什么吗 这叫马林道孙庞斗法 这样我也知道 这是春秋战国中的故事 孙斌与庞娟是师兄弟 二人都有旷式奇才 庞娟记恨孙斌 把他两个膝盖都挖掉了 两个人斗来斗去 都到马林道裁剑分享 最终 庞娟败在孙斌手下 是吧 这出戏我看了不下十回 每一次看他都如同炸雷过了 别让我患心情 站住 不议定 由此可见 这个醉花楼主沈彪和唐二宝 以及黑头之间的关系 绝不是一般 冯大人 宋某以为这才是本案的关键 应该对醉花楼严加监察 应该将沈彪缉拿归案 宋提醒 你要审问史文俊 你要捉拿唐二宝 我冯某都议了你 你怎么查来查去的 七拐八弯的 查到醉花楼店主身上去了 哪人是开酒楼做生意的 你本案有何相干哪 冯大人您有所不知啊 这个沈彪不仅与本案有关系 而且与加州失道库银一案有牵连 你胡说什么呀你 不冯大人 案子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冯大人 加州通判袁杰私道库银是二十万两 此案告破之后只追回十万 那么还有十万被袁杰送进京城 贿赂京城高官所用 后来袁杰自尽此案无从查起 银子也就不知去向了 冯大人 现在看来 这沈彪极有可能就是他在京城的联系人 只要袁杰出面指认 银子便可完毕归照 宋提行 这有这个必要吗 史文俊一案 已经把你我搅得头昏脑账 交头懒额了 批语奔命 你还要把加州什么失道案再搅进去 你忙得过来吗 冯大人不防事 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你不防事啊 我可给你嚼得整天头昏脑账 我又犯了头疼病了 知道吗 我 我的头疼了 头疼得厉害 冯大人 来人哪 老爷 老爷 你怎么这头疼病说饭做饭呢 不能说 不能说 我的头疼得厉害 不能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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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来 你可坑了我了 你说没问题没问题怎么出问题了 大人您放心 再重新调整的话应该是没问题了 调调调什么整啊 我跟你说这次再办不好要杀头的 你知不知道 您尽管放心 走走走 是是是小的告辞 大人您坐这半天了 这面都搁凉了您还没吃呢 我拿去给您热热吧 昔日王谢唐前客 飞入寻常百姓家呀 大人 您不和赵捕头都走了 我又不会做吃的 让您挨饿这怎么行呢 我去给您热热吧 对了 怎么了大人 快快快 打一盏灯了 跟我上郊外走一趟 什么 现在去郊外 对 对了 宋大人 吴大人有请 说有要事相伤 吴苗水请我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吴大人说有重要案情 需要宋大人 立刻去府中商议对策 走 见 宋大人 吴大人 你摆出这么个架势来 难道是让我跟这具尸体 一起对簿公堂 宋大人果然有 未卜先知的本力 本府确有此意 今晚请你过来 就是要让你和这个尸体 对簿公堂 有劳你 宋大人 你先看看面前的这具尸体 他到底是谁 是他 宋大人 想必你一定是认识他咯 他是昨天死于南郊的醉花楼伙计 黑头之妻 两三个时辰之前我还见过他 那也就是说两三个时辰之前 你去过他家了 去过和赵卜托同居 为何事而去 勘查案情 滞留多长时间 前后不足半个时辰 临走的时候有什么举动 可有他人在场 没有任何举动 也无他人在场 宋大人 但你却不知 你和你的手下 离开这个妇人 不到半个时辰 便有邻居来找他借米 推开虚眼的门一看 宋大人 黑头之妻已死 死因不明 你这个艳尸段案的高手 是否当场检验一下 这个亡命的妇人 她因何而死 死于何时 死于何种兄弟 又被何人所杀 宋大人 请吧 孙大人 这黑头之妻的 薄镜处 有黑色的绳状斑纹 手脚未将尸体上温 大概死于两三个 时辰之前吧 还有呢 他被何人所杀 是什么人这么急于 杀死一个 从不出门的民妇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你那口若玄河的 变才哪去了 你那整命无间的推了 怎么推不动了 宋大人 你是不是让我 吴某也学学你那招数 给这个死因不明的妇人 做一番推论 升堂 吴大人 看样子你是早就拉好了 这副架势 好啊 不是有什么高妙的推论吗 宋某洗耳恭听 好 你听着 这个案子的原告 唐二宝 前日被你言辞逼供 只身逃往黑头家躲避 他躲避数日之后 眼看风声越来越紧 欲逃出城外 黑头携起逃出城 不亮 半路被人拦截 快走 走了 一番搏斗之后 唐二宝侥幸逃生 黑头被人所杀 为侵查唐二宝逃亡目的地 有人一再上门 威逼黑头之妻 比他讲出唐二宝的去向 一旦得手 便又杀人灭口 将妇人杀死 扬长而去 有人以为 坐得天衣无缝 神不知鬼无觉的 却不知 没过两三个时辰 这个事情便败露无遗 吴大人 你说的有人是指什么人呢 吴大人何不把话说明白呢 好 本官今日就把这话跟你说明白了 本官说的有人便是你 便是你提行官做的好事 吴淼水啊 你真是可笑之极 我宋慈身为四品提醒 赴了亡命前来清查此案 缉拿凶手 你凭什么把杀人凶手的罪名 扣在我头上 我问你 我为什么要杀掉唐二宝 我为什么要杀掉黑童 杀掉他的妻子 我看你是急于公报私仇 你昏了头了吧你 大胆宋慈 本官已将你的犯罪事实说得如此清楚 你还佯装不知 看来朕要把你的犯罪事实一一的都说出来 来啊 把那两个小女子给我带上来 本官问你们两个人 这个人你们可认的 认的他是宋大人 是我们家老爷 谁是你家老爷 本官何曾跟你们见过面 你们要认清楚了 宋大人 他们俩就是你圈养在后街那庄私宅里的女佣 你们主仆天天见面 夜夜相伴你们还能不认的 吴苗水 我何曾在后街有过私宅 何曾豢养过女佣 你不要无中生药 下去 去 你 你可以不认账 但是你看一看这个 这 这银票跟房契从何而来 从何说起 从何而来 当然自有来处 这是别人送给你提行官的好处 什么人送给我这些 那还用问吗 兵部侍郎史文俊 史文俊 你有何凭据 你要凭据吗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兵部侍郎史文俊 私通敌国 服罪入狱 深感罪孽深重 便四处托人为其求情 但是没有人愿意帮啊 最后 他求到你送提行的门下 原本与你交情并不深 但是只因为有着钱财的交易 才让你历令治婚 使出浑身的解数 去为这个史文俊 推脱罪责 你深知 这个案子最要紧的地方 就是除掉原告唐二宝 让此案死无对证 最后不了了之 宋大人 我这一番推断 对与不对 吴苗水啊 宋某入室十余年 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为官 我有官邸 我要这府地何用 我一年的俸禄足够开支 我要这银票何用 哼 是啊 原本我吴某也不相信 因为在外人看来 你送提行 一向是甘于过那种清贫的日子 怎么突然也享受起来了呢 但是我细一探究 不然呢 你送提行 现在是为情所困 另有所难呢 哼 你和玉珍 聚少离多 但是 却和一个名叫 英姑的女子 形影不离 达十六年之久 无描水 哼哼哼 宋大人 男人嘛 谁没有个七情六欲 儿女情长呢 更何况 十六年的朝夕相处 能不擦出火花吗 但是 你错就错在 既当了婊子 还要立牌坊 本来就是男还女爱的事 你再娶房仪太太 又有何妨啊 哼 但是你就是装出一个正人君子样子 哼 营里不坐 暗中苟合 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 正好现在有人送你一状私宅 外加万两银子 这不正合了 你们这对野鸳鸯的情谊吗 吴苗水 你真是血口喷人 无中生有 你这明明是在重演太平县的冤案 孙大人 你何必这么急呢 没有这金刚罪 我敢揽着此起活吗 没有证据我敢这么对你说话吗 哼 死事先不谈 本官再问你 案发的次日 你是否在史家老奴的引领之下 从史家的后花园鹰沟处 钻入石府 但吴苗知道 当时你未得胜命 宋大人 你未得胜命就渗入石府 你是何用意 吴苗水 我急于勘察此案 虽未得胜命 这也能作为平均 你要平均吗 哼 我这里还有 你可看清楚了 那是什么 哼 咬定青山不放松 旧服换作桃花奴 洗尽昨夜出羹类 绿草宜然 笑东风 你自己好好看看 起去狗屁不通的诗文 怎么能作为平均 哼哼 宋大人 你可把它看清楚 这是谁的笔迹 这怎么会像是宋某的笔迹呢 不错啊 这正是你宋大人 亲笔所写呀 昨日你死活 要进那个天字号的大楼 见史文俊 名为审案 实为通风报信 你趁狱卒不备 把这张纸头 偷偷地塞到他的手里 这四句诗文 看似一般 却暗含蜜语 哼 咬定青山不放松 是告诉他 什么也不要说 洗尽昨夜 出庚了绿草依然笑东风 实让他放心 在外面自然有人替他翻案 他早晚会出这个大狱 是这样吗 这怎么会是宋某的笔迹呢 吴苗水 这简直无中生有 宋大人 证据确凿 你就不要再辩解了吧 这也算是证据 这叫什么狗屁 你撕 你把这个证据撕了 宋大人 今日我吴苗未动大刑 只凭人证物证 就将你的案子 审得一清二楚 你还记得吗 当年在太平县 你罢了我的官以后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嗯 我说 在官场上 没有圣人 我吴苗不是圣人 你宋某也 绝非是圣人 就凭你那点 厌死厌伤的雕虫小技 就能澄清语语 平定天下冤狱了吗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怎么样 今日我吴某的话 得以应验了吧 吴苗水 你所谓的人证物证 不过是子虚乌有之物 这都是你自谈自唱 胡乱定案 胡乱定案 你有什么证据 说我吴某胡乱定案 我告诉你 就凭这胡乱几招 我今天就可以定你答案 哼 当年在太平县 你挖出个死人的骷髅 一盆清水 一小撮沙子 你就把我吴某置于死地 让我吃醉 落难了好几年呢 今日你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你再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来 推翻我的定论 你 大胆地送辞 你身为朝廷的四品命官 为一己私欲 你就庇护罪犯 网断公案 追杀无辜 实乃鬼迷心窍 今日吴某要将你暂时拘押 待我奏鸣圣上再做定夺 吴苗水 你以为我不敢吗 前今日我吴某 已经在这抓了一个二品大员 今日抓你这个小小的四品提行官 我何惧之有 老公 来啊 你赶 把这个贪赃忘法的宋师给我绑了 来 你赶 把这个贪赃忘法的宋师给我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